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最聚焦 我是李怡君 2015年才开始似乎就不太平静 国际环境动荡石油价格狂跌 而地区性紧张也有逐渐变为全球性紧张的局势 而在中国则是在跨入2015年的夜里 发生了严重的踩踏死伤悲剧 不但死伤人数沉迷 家属还被上海当局封口 有专家以此看见了 今年中国发展的关键字 那就是风险 这一期的新闻最聚焦 我们就从上海跨年悲剧开始 透视政治震荡 以及中共的海外统战势力延伸 但应关注今年不得不面对的中国风险 正当全球的欢欣鼓舞的迎接2015年 上海外滩跨年夜 却发生可怕的踩踏惨剧 中共官方数字36人死亡 不过更令罹难者家属难过的是 中共官方迅速控制新闻 封锁消息 竟然把家属当成了维稳的对象 崩溃大哭战斗站不稳 心急如焚的家属 凌晨挤爆各大医院急诊室 对于亲人是生是死 一筹莫展 中共公安却封锁病房出入口 紧盯家属一举一动 不敢相信家人没能跨过2014 跨年夜当晚倒数半小时 上海外滩涌入超过30万人 沉溺广场一片混乱 靠近黄浦江的观景平台阶梯 上下人流对冲 酿成震惊社会的人才人惨剧 太残忍了 明明前面的人都已经倒下了 你还在一脚一脚的踏上去 又不是有什么非常紧急的事情 或者恐怖袭击你要逃命 只是我们要散场了而已 我们是生命啊 昨天晚上我们真的感觉死亡 离我们太近了 我们真的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 和死神擦肩而过 网友称那一夜的上海 人多到像在引渡梦买 这座中国首屈一指的金融之都 近年来疯狂建设拼国计划 城市管理却没跟上 最终反噬了中国的独生子女 官方公布的三十六名罹难者 平均才二十二岁 知情者披露 实际死伤者 多达四百人 悲愤难易的家属 惨遭维稳驾离 头七当天 签名警力 物防成一广场 只容许家属用短短五分钟 在层层黑色隔离墙内 祭奠亲人 我现在最大的就是希望 政府能够给我一个说法 为什么我老公进去的时候 人是有知名迹象的 等了二十小时以后 我们在病毒感见头老公 在医院上没有一个任何人来说 我们病人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和外国记者接触片刻 立马被请入计程车 有家属对美联社透露 他们基本上已经被软禁起来 台湾周刊爆料 受伤回台的人 遭到中共当局封口 上海宣传部管制舆论 规定用通稿 不能上头条 严禁和反腐扯上关系 中共官媒一反常态 搞调问责 不仅央视新闻联播摆头条 财新加码爆料跨年夜宴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狠批的同一天 也拔了江泽民长子江绵恒职位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口中写的教训 沦为习近平与江泽民 倾脚搏斗的政治筹码 由于韩正涉入江泽民集团的内幕极深 除非他反水痛打江泽民 否则的话 在接下来上海滩的决战中 他以贪腐落马称为可能 他们永远心中没有人民 如果说他们能把他们 维稳的那个精力拿过来 把维稳搭进调查 维护人民的安全 如果拿出这个功夫 绝对不放在了踩踏事情 说这个政府负有直接的作用 就是为了政权的安全 牺牲了人民的安全 不甘亲人走得不明不白 家属串联自救 书面申诉索赔 指责上海警政 医护疏失 缺乏规划 安保不足是直接原因 海下另一端台北跨年 陆媒借进成功经验 跨部门协调舒散110万人次 捷运24小时不打烊 民众依序与官前进 小心下单的大街 加油 目前速度有加快了 目前速度有加快了 江东疏散的还不错啊 其实我觉得他规划的不错 真的 因为他就是有分散冷潮 还不错 人很多 我们那边人也很多啊 哪里人不多 改进什么地方 再想想还没有 對啊 目前都滿壓 外面有一座城市 不要追不要急 慢慢來 半個世紀以來 台灣幸運的不存在有重大踩踏事故 儘管101高度 退居世界第五 比不上一追於經貿重鎮的上海中心 不過至少不必提心吊膽 絢麗燈光秀背後 可能暗藏風險 台北市長柯文哲與信一芬局長 在處理愛國童星會 毆打法輪功學傭問題上的較量 讓中共海外統戰組織再受關注 歡迎回到新聞最聚焦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上任第一天 當眾對信一芬局長表示 如果台北101前的法輪功學員 再被打上網 就要把他換掉 沒想到過了兩週 信一芬局長李德威發出了聲明 表示早有規劃申請退休 而台北101前愛國童星會成員 持續的揮舞中共五星旗 用高分被喇叭宣揚共產黨 甚至暴力謾罵法輪功學員和路人的情況 絲毫沒有改善 新任市長柯文哲和信一芬局長的較量 也讓中共的海外統戰組織 再度受到關注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如果再有法輪功的人 被打上網我就把你換掉 就直當天台北市長柯文哲 當面向信一芬局長表達態度 再有法輪功的人被打 分局長官位可能不保 原因就是宣揚中共的愛國童星會成員 長期在101前噪音騷擾 暴力攻擊法輪功學員 儘管已經官司累累 能持續嚴重影響路人安全 以及台北市民生活品質 有沒有運動 騎車經過這邊會不會跑 會 你就是感覺撞到 你就是會被罵之類的 他們出現我們會繞遠一點 會罵 對 因為我覺得好像有一點感覺 不太平和的樣子 會有點好像不知道下一步 會有什麼事情 我們這樣經過看都覺得 法輪功那邊都很安靜 沒事 那是後來慢慢才開始出現 有一些五星期 還有一些過癮器的那個 那他們就開始變得很 感覺很誇張啦 據2005年資料估計 全世界共有一萬多個 隸屬於中共的海外華人僑團 而在台灣的愛國童星會 就是其中一個 中共便是透過這些組織 將紅色思想向海外延伸 根據維基百科 中華愛國童星會 簡稱愛國童星會 是一個成立於1993年 並於台灣登記的政治團體 政治立場支持中國統一 因長期以暴力或威脅等方法 宣揚集團理念 無論理念及手段 都不被台灣人所接納 她是愛國童星會成員張秀葉 時間來到去年10月27日下午5點多 張秀葉街頭公然施暴 一手把人按住 另一手出群龍打 來自嘉義的蔡小雪 原本只是單純帶小孩到101玩 看到中共五星期在101飄洋 非常訝異 尚嫌了解情況 卻被拿著汙衊法輪功標語的 張秀葉一頓謾罵橫打 隔天蔡小姐拿一頁商單 要告愛國童星會成員傷害罪 無法相信這種暴力事件 竟在台灣真實上演 大部分的愛國童星會成員 其實都有案在身 近日愛國童星會成員 蕭秦才因以五星期幹 戳傷葉許女子腹部 和玉許女子頭部 被法院判違反傷害罪 以及過失傷害罪 共因拘役50天 台灣參謀 愛國童星會的囂張行進 也讓這位來自瑞士的 法輪功學員感到不可思議 我是從瑞士來的 我來台灣學中文 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特別奇怪看到他們 因為我認為台灣 這是自由的國家 沒有中共 在這裡沒有中共 可是我遇到他們的時候 我覺得好奇怪 挺直腰杆 拿著大旗 在台灣學習中文的楚康林 幾乎每天下午都來到101 面對這位從瑞士來的 法輪功學員 童星會除了固定派人 在周圍干擾 甚至海鄉現場的援金 舉報外國人不能在101大樓前 講述法輪功遭中共迫害真相 他們不喜歡西方人來這裡 因為他們告訴大陸人 法輪大法他們說不好 那如果法輪大法真的是不好的話 不可以全世界 全世界 愛國同心會成員 對法輪功的暴力行進 其實已經讓許多台灣民眾反感 這是在去年夏天 一群自主公民 從網路上號召自發聲援 而被團團圍住的 愛國同心會成員 惱羞成怒 再度怒罵法輪功團體 一旁民眾起聲大喊 法輪功加油 其實我是被騷擾 因為我就住在對面 我經常被騷擾 我相信今天沒有任何一個法律 或者在台灣的人文的 文化立場上接受 這種形態是表達憤怒 還是是一個工具呢 如果只是情緒的憤怒停止吧 如果是個工具 這些我回答的 這個工具太野蠻了 而儘管柯文哲明白表態 愛國同心會成員 在台北101大樓前 對法輪功仇恨的騷擾險境 仍舊不斷 暴力是比較沒有 但是還是謾罵 還是用那個謊言謾罵 然後煽動入客 這個違法的行為 這部分還是沒有改善 同心會 還是會接近我們做一些騷擾 那警察這部分 執法上面是希望 警察能夠再進行一點 沒想到在柯文哲表態之後的第二週 新玉芬局長李德威主動提出退休申請 雖然發表聲明說是早有規劃 但彷彿是想要擺脫愛國同心會 這趟手山芋 近來網路上轉傳一封兩星市民寫給 新玉芬局長的信 指出這是一場台北市民共同的噩夢 並寫到究竟是什麼力量 多少未有權力的高層涉及其中 以至於一位曾懷抱理想與執法能力的警戒首長 寧可退休也不能痛快依法制止犯罪 還稱愛國同心會這個團體 只讓我看見了共產黨的可怕 以及今天不站出來明天會後悔 我們不想猜測 台北市信玉芬局的背後 是否真有難以承受的紅色力量施壓 待一場台北市長 柯文哲與信玉芬局長的較量 被打上網我就把你換掉 也讓台灣民眾再次正視 中共海外統戰組織 由立委指出馬政府上任之後 中共統戰部派了4000人次來到台灣 而這個負責海外情報策反的主要部門 現在也面臨嚴重的政治傾腳 統戰部長令計劃被指收受巨額匯落 遭到免職調查 另外國安部副部長馬健也傳出受惠遭到雙規 中共維穩機器原本就被民間與人權團體抨擊 現在都為情報頭子落馬 所爆出的黑幕也引起關注 2011年10月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訪美 陪同在身邊的救世令計劃 長期擔任胡錦濤的幕僚 曾被認為試圖看好 不過三年後 現任總書記習近平 獲得前任黨魁胡錦濤首肯 要拿下令計劃 這個被認為至少替江澤民陣營臥敵兩年的重要高官 名貴跑車法拉利被撞得慘不忍睹 也是令計劃的24歲獨生子令谷 喪命之處 2012年3月令計劃聽聞通報 兒子與兩位藏族年輕女子衣衫不整成事現場 就私自動用中央警衛局警力封鎖 後來相關報導都遭到撤除 這項醜聞也成為江振營的要脅把柄 因為在兩天前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才被撤職落馬 也有一說這場事故就是曾經用車禍殺妻的周永康 所設的局 就像電影《無間盜班》在黑吃黑的中共政壇中 令計劃開始幫江澤民 周永康握底 有消息稱令計劃用收買港台媒體 等七個手段抹黑習近平 而在令計劃被拿下後更多黑幕曝光 我曾經說我會讓韓國人的抵抗一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你能夠幫你幫忙嗎 之前在南韓G團體記者會 搶麥克風的央視主持人瑞成剛 現在正接受貪腐調查 他被傳與令計劃的妻子谷麗萍 關係親密 而瑞成剛也藉著令計劃的管道 將機密賣給海外 統戰部 中共負責海外情報 策反的主要部門 成了出賣情報的重要來源 在江振營的壓力下 令計劃日內 統戰部加強在海外打壓一擊 包括迫害法輪功政策 根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資料 在台灣 香港 美國受統戰部控制的特務組織 對法輪功的打壓變本加厲 甚至給出國訪問的習近平製造難堪 另外一個神秘的單位 國安部 近來也有多位情報頭子落馬 資深情報官 國安部副部長馬劍 被指收受超過9億台幣的賄賂 前國安部諜報官就揭露這個 政治上最被保護的機構 另外 北京國安局局長梁克落馬 另一名國安部副部長邱敬也傳出被調查 原因都指向漢令計畫與周永康有關 其實從周永康2007年進入中共權力核心 以政法委書記鎮壓法輪功的領導小組組長 操控中國公檢法司 情報單位無限擴大 據估計情報部門人數約100萬到300萬之間 僅2012年 中共安全部門就支出約3.5兆元新台幣 然而中國的刑事案件卻持續惡化上升 現在 習近平政治整肅的大刀砍向情報與國安體系 傾繳周永康 江澤民的勢力 也讓中共維穩機構的腐敗黑幕再次曝光 江惠封麥退出歌壇 引發演唱會搶票瘋波 究竟民意的界限在哪裡 下一節新聞最聚焦 我們帶您透視將會搶票現象背後的社會因素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最聚焦 二姐將會宣布退出歌壇 巡迴演唱會的門票 可以說是一票難求 因此引發了各種爭議 民眾熬夜排隊買不到票 差一點就掀起了暴動 黃牛在網路兜售高價門票 甚至傳出陰謀論 質疑江惠瘋麥只是為了要炒熱演唱會的門票銷售 他與歌后江惠的魅力為何可以橫掃各個世代 而瘋狂搶票現象的背後 又反映出台灣社會哪些獨特的內在因素 我們帶您透視瞭解 大批民眾聚集宽宏總部門口 幾方與民眾發生口角衝突 到了晚上場面更火爆 火爆不要站不起來 民眾氣到破咖啡泄分 時間回到江惠豐滿演唱會 售票第一天 四大超商 網路以及寬宏據點同步售票 卻因為網路大當機 超商以及網路都買不到票 民眾帶著小朋友 直接來現場排隊購票 阿嬤 我幫你買到票了 我們昨天的iPhone裡面 前面站了八個小時 對 真的嗎 一張票都沒有買到 實體購票比網路還順暢 第二天購票大批民眾湧入 通通跑來寬宏總部排隊 又連見面孔也有中年人 從白天到晚上自備睡袋 熬夜排隊 家中長輩都很希望 聽到她的歌現場聽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漏夜 或是這樣子排 不然誰要啊 聽說昨天第一個 好像是八十幾歲的阿嬤來排 無懈可擊的唱功 金捲演藝歌曲一季 浪教會的歌迷跨越時代 有誰人比你更重要 等他回去的時候阿嬤 你就是我身上 對 我的背裡點在醫療 看你年輕的時候你有落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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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用 也會想 你的錢 我會把你甘掉掉 因為我是你的嫁 天常唱這首歌 我想到說 我跟我先生起家很辛苦 有時候我很累的時候 想哭的時候也會想到 我先生也會想到說 這個嫁很好 我會對我沒有比較好 不想地怕掉掉 這點歌曲Gay Out 點播率破700萬 被網路票選為 一定要會創的台語歌第一名 教會的歌曲快聚人口 一首GuaoA新家 在90年代紅遍打劫小巷 也奠定他在歌壇的地位 我沒罪 我沒罪 沒罪 請你滿東見我 我沒罪 沒罪 我沒罪 沒罪 我沒罪 沒罪 早期的他唱的是 《失戀苦情》 1993年與石文斌合唱的歌曲 《傷心酒店》 《地酒不衰》 至今仍是台語歌 《男女合唱》的經典之作 《不愛啊吧》 《不愛嗎去我》 《一面本是東東》 早期台灣景氣大好 酒店文化新盛的年代 江蕙的歌曲切中社會氛圍 而當台灣家庭意識逐漸抬頭 江蕙的歌路也水之轉編 用歌聲喚醒清清一時 你若要有好時段 不用擔心好女 世間有阿嬤少爺的今夜 最好命 我欲替你人條條 我看伯爺秋冬條 以下關係社會 鎮摘晚會 總少不了江蕙的身影 她的歌曲在動盪不安的時代 撫揮人心 江蕙代表的不僅是娛樂 而是一種療癒 以及台灣在地精神 因為她唱的歌是 有一點比較 怎麼講 人生的歷練 那我們這種年紀層的話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感觸 萬般不捨得要親口的跟各位說 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的演唱會 宣布演唱會後 就要退出歌壇 二姐將會的影響力超乎想像 拍賣第一天網路湧入35萬流量 民眾一窩蜂搶票 卻險些亮澄大寶 這位粉絲冷靜啊 買不到票的民眾 情緒憤怒 熬夜守候 手上只拿到一張 不保證購票的號碼牌 主辦單位 一連發了2500張號碼牌 但第二天下午到284號 票就已經埋光光 民眾遠生四七 我們會覺得有點不合理啦 就是就是說 如果說你賣票 你昨天只能賣到650個人 那你為什麼今天要發號碼牌 發到2000多張 不保證的民眾主動發起連數 要求主辦單位保證 售票現場 2250個拿到號碼牌的民眾 都要能夠買到票 國外對於秩序的這種 包括商業行為上的這些 排隊的秩序 他認為這是對方的權利 賣家的權利 那沒有的話 那的確就算了 那我是有一個爭取的機會 但是不代表我一定爭取到有 可是台灣可能會認為就是說 如果我排隊的話 代表我有付出 我有付出我就要有所取得 民眾主動加畫面 push on網路 彰化一家超商 爆發搶票糾紛 畫面中三名女子 只拿了一張號碼牌 卻連續買了12張票 那後面排隊的民眾 相當不滿 報警處理 而購票亂象 不僅於刺 排多久 排多久 沒有很久 大家都好像排兩三天才排到 我是臨時被帶來的 有了他們是 現場疑似黃牛分子購票 載到網路上搞假銷售 消保處交集文化部警政署開會 嚴令提高黃牛罰款 也呼籲歌迷不要再購買黃牛票 前往購票的消費者 大家要團結起來 不要買黃牛票 才能夠確保 每一個人都能夠 買得到合理價格的票 而文化部則發出聲明 指出主辦單位寬宏益 藝術應於事前 妥為準備完整規劃 無論於售票系統設備方面 疑惑售票資訊之告知 均應負起改善之責 建議之說 卻也引發民眾批評 認為政府態度消極 因為政府介入的態度 可能不是實際上 最能夠滿足現況的一種態度 政府可能會有些誤判 所以我覺得讓市場 其實進行調節是可以的 也是最佳的啦 在衡量場地時間 與我個人體力的條件下 我決定再加開9場演出 請大家不用擔心我的身體 除了暈眩的毛病外 我的健康沒有問題 二姐將會經紀人 代為宣布加場訊息 二姐將會信中說到 你們喜歡聽我就開心唱 看到大家的笑容 我就覺得很幸福 社會要和諧 人民才會幸福 這才是我開演唱會的初衷 除了加場 也更改售票系統 採用網路記名方式購票 杜絕黃牛 告別歌坦的這一刻 也希望得到你們的祝福 好嗎 謝謝大家 真的謝謝大家 謝謝 一代台語歌後 告別歌坦演唱會 儘管還未登場 已經遞照 空前紀錄 感謝您收看這個禮拜的新聞最聚焦 我是李怡君 我們下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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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回見